历未起 第一章 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 对他说 你小于以色列人说 你们中间若有人献贡物给耶和华 要从牛群羊群中献牲畜为贡物 他的贡物若以牛为繁祭 就要在会幕门口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 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月娜 他要按手在繁祭生的头上 繁祭便蒙月娜为他赎罪 他要在耶和华面前载公牛 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奉上写 把血洒在会幕门口弹的周围 那人要剥去繁祭生的皮 把繁祭生切成筷子 祭司亚伦的子孙要把火放在坛上 把柴摆在火上 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把肉块和头 并枝油摆在坛上火的柴上 但凡祭的脏腑与腿要用水洗 祭司就要把一切全烧在坛上当作繁祭 献于耶和华为新香的火祭 人的贡物若以绵羊或山羊为繁祭 就要献上没有残疾的供养 要把羊在于坛的北边 在耶和华面前 亚伦子孙做祭司的 要把羊血撒在坛的周围 要把梵祭生切成筷子 连头和枝油 祭司就要摆在坛上 火的柴上 但脏腑与腿要用水洗 祭司就要全然奉献烧在坛上 这是梵祭 是献与耶和华为新香的火祭 人奉给耶和华的贡物 若以鸟为繁祭 就要献斑鸠或是除鸽为贡物 祭司要把鸟拿到坛前 揪下头来 把鸟烧在坛上 鸟的血要留在坛的旁边 又要把鸟的素子和赃物除掉 丢在坛的东边 倒灰的地方 要拿着鸟的两个翅膀 把鸟撕开 只是不可撕断 祭司要在坛上 在火的柴上焚烧 这是梵祭 使献与耶和华为新香的火祭 立位祭第二章 若有人献宿祭为贡物给耶和华 要用细面浇上油 加上乳香 带到亚伦子孙做祭司的那里 祭司就要从细面中取出一把来 并取些油和所有的乳香 然后要把索取的这些作为纪念烧在坛上 使献与耶和华为新香的火祭 素祭所剩的要归给亚伦和他的子孙 这是献与耶和华的火祭中为至圣的 若用炉中烤的物为素祭 就要用调油的无效细面饼 或是抹油的无效薄饼 若用铁盒上做的物为素祭 就要用调油的无效细面 分成筷子浇上油 这是素祭 若用尖盘做的物为素祭 就要用油与细面做成 要把这些东西做的素祭 带到耶和华面前 并奉给祭司带到坛前 祭司要从素祭中取出作为纪念的 烧在坛上 使献与耶和华为新香的火祭 素祭所剩的要归给亚伦和他的子孙 这使献与耶和华的火祭中为至圣的 凡献给耶和华的素祭都不可有效 因为你们不可烧一点酵 一点蜜当作火祭献给耶和华 这些物要献给耶和华作为出手的贡物 只是不可在坛上献为新香的祭 凡献为素祭的贡物都要用盐调和 在素祭上不可缺了你神立约的盐 一切的贡物都要配盐而献 若向耶和华献出手之物为素祭 要献上轰了的合穗子 就是压了的新穗子 当作出手之物的素祭 并要抹上油加上乳香 这是素祭 祭祀要把其中作为纪念的 就是一些压了的合穗子和一些油 并所有的乳香都焚烧 是向耶和华献的火祭 人献贡物为平安祭 若是从牛群中献 无论是公的 是母的 必又没有残疾的 献在耶和华面前 他要按手在贡物的头上 在于会幕门口 亚伦子孙做祭司的 要把血洒在坛的周围 从平安祭中 将火祭献给耶和华 也要把盖葬的枝油 和葬上所有的枝油 并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枝油 就是靠腰两旁的枝油 与肝上的网子和腰子 一概取下 亚伦的子孙 要把这些烧在坛的梵祭上 就是在火的柴上 是献与耶和华为新香的火祭 人向耶和华献贡物为平安祭 若是从羊群中献 无论是公的 是母的 必又没有残疾的 若献一只羊羔为贡物 必在耶和华面前献上 并要按手在贡物的头上 在于会幕前 亚伦的子孙 要把血洒在坛的周围 从平安祭中 将火祭献给耶和华 其中的枝油和整肥尾巴 都要在靠近几股处取下 并要把盖脏的枝油 和葬上所有的枝油 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枝油 就是靠腰两旁的枝油 并肝上的网子和腰子 一概取下 祭司要在坛上焚烧 是献给耶和华为食物的火祭 人的贡物若是山羊 必在耶和华面前献上 要按手在山羊头上 在于会幕前 亚伦的子孙 要把血洒在坛的周围 又把盖脏的枝油 和葬上所有的枝油 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枝油 就是靠腰两旁的枝油 并肝上的网子和腰子 一概取下 献给耶和华为火祭 祭司要在坛上焚烧 作为新香火祭的食物 枝油都是耶和华的 在你们一切的住处 枝油和血都不可吃 这要成为你们世世代代 永远的定力 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 祷告完了 有个门徒对他说 求主教导我们祷告 向约翰教导他的门徒 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天天赐给我们 赦免我们的罪 因为我们也赦免 凡亏欠我们的人 不叫我们遇见事态 救我们脱离凶恶 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 半夜到他那里去 说 朋友 请借给我三个饼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 行路来到我这里 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 那人在里面回答说 不要搅扰我 门已经关闭 孩子们也捅我在床上了 我不能起来给你 我告诉你们 虽不因他是朋友 起来给他 但因他情辞迫切的执求 就避起来 照他所需用的给他 我又告诉你们 你们祈求就给你们 寻找就寻见 寇门就给你们开门 因为 凡祈求的就得着 寻找的就寻见 寇门的就给他开门 你们中间做父亲的 谁有儿子求饼 凡给他石头呢 求鱼 凡拿蛇当鱼给他呢 求鸡蛋 凡给他蝎子呢 你们虽然不好 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 何况天父 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 耶稣赶出一个叫人哑巴的鬼 鬼出去了 哑巴就说出话来 众人都稀奇 那中却有人说 他是靠着鬼王别西谱赶鬼 又有人试探耶稣 向他求从天上来的神迹 他晓得他们的意念 便对他们说 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肠 凡一家自相纷争就必败落 若撒旦自相纷争 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 因为你们说我是靠着别西谱赶鬼 我若靠着别西谱赶鬼 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 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 我若靠着神的能力赶鬼 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 壮士披挂整齐 看守自己的住宅 他所有的都平安无事 但有一个比他更壮的来 胜过他 就夺具他所倚靠的盔甲兵器 又分了他的赃 不与我相合的 就是敌我的 不同我收据的 就是分散的 乌鬼离了人生 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 寻求安歇之处 既寻不着 便说 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 到了 就看见里面打扫干净 修饰好了 便去另带了七个 比自己更恶的鬼来 都进去住在那里 那人末后的景况 比先前更不好了 耶稣正说这话的时候 众人中间 有一个女人大声说 怀你胎的 和如羊你的有福了 是 却还不如听神之道 而遵守的人有福 当众人聚集的时候 耶稣开讲 这世代是一个邪恶的世代 他们求看神迹 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 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 约拿怎样为尼尼为人成了神迹 人子也要照样 为这世代的人成了神迹 当审判的时候 南方的女王要起来 定这世代的罪 因为她从地籍而来 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 看哪 在这里有一人 比所罗门更大 当审判的时候 尼尼为人要起来 定这世代的罪 因为尼尼为人 听了约拿所传的 就悔改了 看哪 在这里有一人 比约拿更大 没有人点灯 放在地印子里 或是斗底下 总是放在灯台上 使进来的人得见亮光 你眼睛就是身上的灯 你的眼睛若亮 全身就光明 眼睛若昏花 全身就黑暗 所以你要醒察 恐怕你里头的光 或者黑暗了 若是你全身光明 毫无黑暗 就必全然光明 如同灯的明光照亮你 说话的时候 有一个法利赛人 请耶稣同他吃饭 耶稣就进去作息 这法利赛人 看见耶稣 饭前不洗手 便诧异 如今你们法利赛人 洗进杯盘的外面 你们里面 却满了勒索和邪恶 无知的人啊 造外面的 不也造里面吗 只要把里面的施舍给人 凡物与你们 就都洁净了 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 因为你们将薄荷 云香 并各样菜书 献上十分之一 那公益和爱神的事 反倒不行了 这原是你们当行的 那也是不可不行的 你们法利赛人 有祸了 因为你们喜爱 会堂里的守卫 又喜爱人 在街市上 问你们的安 你们有祸了 因为你们 如同不显露的坟墓 走在上面的人 并不知道 律法师中 有一个回答耶稣 夫子 你这样说 也把我们糟蹋了 你们律法师 也有祸了 因为你们 把男丹的担子 放在人身上 自己一个指头 却不肯动 你们有祸了 因为你们修造 先知的坟墓 那先知 正是你们的 祖宗所杀的 可见你们祖宗所做的事 你们又正名 又喜欢 因为他们杀了先知 你们修造先知的坟墓 所以 神用智慧曾说 我要拆遣先知 和使徒 到他们那里去 有的他们要杀害 有的他们要逼迫 使创世以来 所留众先知 写的罪 都要问在 这世代的人身上 就是从亚伯的血起 直到被杀在 弹劾殿中间 萨加利亚的血为止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都要问在 这世代的人身上 你们律法师 有祸了 因为你们 把知识的钥匙 夺了去 自己不进去 正要进去的人 你们也阻挡他们 耶稣从那里出来 文士和法利赛人 就极力地催逼他 引动他多说话 私下窥听 要拿他的画笔 诗篇第五十二篇 以东人多意以来 告诉扫罗说 大卫到了 亚西米勒家 那时 大卫作者训会师 交与灵长 勇士啊 你为何以作恶子狂 神的慈爱是长存的 你的舌头 邪恶诡诈 好像剃头刀 快力伤人 你爱恶 胜死爱善 又爱说谎 不爱说公义 鬼诈的舌头啊 你爱说一切毁灭的话 神也要毁灭你 直到永远 他要把你拿去 从你的帐篷中抽出 从活人之地 将你拔出 依人要看见而惧怕 并要笑他 说 看哪 这就是那不以神为他力量的人 只倚仗他丰富的财物 在邪恶上 坚立自己 至于我 就像神殿中的青橄榄树 我永永远远倚靠神的慈爱 我要称谢你 直到永远 因为你行了这事 我也要在你圣民面前 仰望你的名 这名 本为美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